昨天又有人让我把他弄过来香港工作 他说他有很多个证件 是个技术工 在佛山做装修的 干了几个月说公子养不活家人 让我想办法把他弄过来香港上班 我说我只是个普通的屁民 我真的没有本事 能把任何一个人弄过来香港工作 而且现在技术活都挺吃香的 在佛山那么好的地方都说养不活家人 我觉得换个城市 大概率也过得差不多 今天我们约了师傅送冰箱过来 约的是三点到九点送货 望穿秋水 也许是因为今天黄色暴雨不太方便 终于在五点多电话响起来了 他说十五分钟之后把冰箱送过来 赶紧把家里这个旧的冰箱移出来 这个位置一放就是五六年 下面好脏 扫的扫不动 姐姐直接拿刀来刮 各种拖各种擦 我家这个姐姐真的是越看越喜欢了 她身上有一个我最缺乏的特质 她的贤惠简直就像是汗在了骨子里的 我猜她妈妈也是很爱干净很整齐的内容 她做事搞卫生都是特别的认真 一些小细节都不会放过 而我就是比较敷衍得过且过的内容 躺在垃圾堆上都能睡得着 所以呢我对她也没有要求 而她做的这么细致也是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值 我感觉我们真的是天作之合的好搭档啊 差不多弄好师傅也就到了 居然是一个人送过来的 也不需要帮手 三下五出来就搞定了 太佩服了 这个冰箱的尺寸我们也是卡的刚刚好 好的宝子说54厘米的太小了 可是再宽一点的话就放不进了 因为上面有这个干衣机挡住了 这个冰箱比以前那个大了50升 感觉太好了 旧的冰箱先放客厅里 到时候拉过去婆婆那边 孩子们居然舍不得说要留下来 把那个装冰箱的盒子留下来了 到时候搬这个旧冰箱的时候 也许也能派得上用场 这几天要在家里赶紧再十多十多 把东西都收拾好 就准备一车给她拉过去了 这几天要在家里赶紧再十多